感觉可以拿呀 这双 那放出来不知道这把京东怎么去应对了 有没有那种奇怪的商单 最近之前倒是有奇怪的辅助 什么狗熊辅助配赛纳也有效果 但是LCK停赛了 现在也不知道这个英雄什么时候才能在LPL出来 盖伦吗 之前PLG我是看有赛纳配泰坦 但其实效果很一般 赛纳搬了呀 对 我是说就是之前这样配辅助 这边花儿 拿剑膜 那这个剑膜大概率拿出来应该是要跟奥恩去打了 出的也比较早 我感觉如果说否愿意拿中单奥恩的话 商单可以选个剑击去砍 因为Kinggan他有剑击 他剑击玩的也挺好的 这边塞拉斯了 这把塞拉斯现在暂时作为一个摇摆位 中野都有可能 但之前主要还是Kanami拿得多 这英雄现在可中可上可野 也是一个三路摇的一个位置 而且塞拉斯之前也有在很多队局里面拿出来打奥恩的 左一嘛 左一的话我感觉这把可能就是左一盲僧这种 或者说左一雷克赛 现在打野挺多的 先出一个强势中野 现在左一这胜率感觉怎么有点低啊 确实 确实有点太低了 只要你节奏不好一旦掉了中塔 这个英雄的发挥空间就太少 但是没有选择先抢打野选择先把辅助先抢一手锤使 这手还是比较少见的 那看最后一手吧 这边考不考虑先把女枪给拿下来 女枪这个点京东要不要 因为现在外面有价值的ADC 我感觉可能就是女枪了 可能再往后说的话就是轮到EZ了 卢锡安 卢锡安选择 这把又是卢锡安打左一了 应该是 因为我看到牙膏这边立马换了个进化 对 打左一还是要换个进化的 上一个BO3里面咱们也看了嘛 芒僧 芒僧搬掉 你前面不拿后面我肯定不给你了呀 那芒僧再搬个皇子或雷克赛吧 我觉得可以搬雷克赛 皇子应该不用搬这把 这把京东阵容很灵活 不是太惧怕皇子 雷克赛其实可以考虑处理掉 对 BLG这边可能要针对下路 先搬机器人 机器人也是很counter锤时的 而且机器人这胜率67 但场次应该不是很多 对 感觉要么6场要么3场 看手感嘛这个英雄 挖掘机给搬了 果然跟咱们想的一样 对 因为其实BLG这边BP让我有点没想到 我以为他们三手会补上一个雷克赛 或者蚌僧的 对 但选择直接先把锤时拿了 可能是也是对于自己辅助锤 是比较有信心吧 那机器人搬了 这边泰坦或者日女 再搬一个 可以考虑一下 但这两个其实搬哪只都差不多 对 反正会放一只出来 那可能搬泰坦吧 毕竟搬日女的话 你用可以 你ad带一个进化 那可能日女的效果就不是那么好 但是日女兑现其实没那么厉害 泰坦毕竟兑现的话 前面还是很容易配合打野去抓机会的 滑 来了 滑了 滑板鞋 霞吗 霞现在也是被砍了几波之后 就渐渐的有点淡出赛场了 在咱们LPL其实很少见 好像二三十 但是EZ的胜票好像还行 又来 大树 继续大树打野 但这把大树打野 这把其实还行 说实话这把真还行 因为对面不是切坦特别快的 是 而且我感觉卡丽斯塔打大树好像有点难受 对有点慢 对吧 这抱你一下 你也挺痛苦的 就抱一下Q一下 如果是大招先出手的话 那卡丽萨动都动不了 毕竟维鲁斯这英雄打前排 能力还是不错的 其实 EZ 继续大树打野 贯彻到底 今天就要化身峡谷植树人 一定要绿 整个峡谷都给我绿起来 真的很奇怪 我发现大树出来 好像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水龙 巴德 巴德 我觉得挺好 而且我个人理解 巴德打锤石很好打的 就现在巴德在面对最热门三个辅助 锤石 泰坦 女坦 巴德其实是 锤石是最好打的 因为巴德打锤石 你可以线上一直推线 然后你推线捡破烂 再给队友上卡布奇诺 对吧 无限循环 其实是很难受的 而且当你线上有线权的时候 锤石是很难出勾的 锤石勾不了人 这英雄其实在塔下是很废的 而且我还有一个理解就是 如果说大树放一个大招 再杨莱放一个大招 他这种在野区里面打团战 听懂会非常难受 但这个时候开一个门 他能走 这是不一样的 就这把京东整体阵容 其实是选了一套偏灵活的 对 五个人都有位移 对吧 如果把巴德那个门也算上 就如果算上的话 算半个好吧 4.5个 大家都有位移 每个人都贼灵活 其实这样看下来的话 大树如果在这一场 他还是像 他应该这把 应该是有争以荣耀的 我感觉 因为首先对面的输出 AD偏多 对三个AD 他这把应该是有争以荣耀去开团的 如果没有这个装备的话 可能又像上一把要吃到很多的亏 对 还是看这把怎么去 怎么去打吧 但这把有一点就是 你这把是自己选到了垂石 这样的话 前期下半区的一个战斗力 是比上一把要强的 可能说一定程度上 能更好的帮大树去过渡前期 一个刷野的时间 不至于前期也去疯狂被入侵 而且这把如果说是真的垂石勾到了的话 那还有一个灯笼可以帮助一下大树位移 这也是和上把不一样的 还有 但大树有个缺点 就是他因为时代腿太短 所以他很怕巴勒的这个大招 如果说像之前一样 他每次被大就被辅助开到 如果这边国豪被绿毛开到的话 这样多开几次 可能在野区大树一被击杀 远古最近就要丢 不过说实话 垂石加EZ下路打卡丽斯塔加巴德 有点太难打了 就我觉得发育是没问题的 但是真的打不过 EZ这个英雄大家都懂 就巴德带个守护者 你垂石勾到了都没得打 就直接两个人硬莽 你AD就行了 看一下这边 双方基石天赋 大家也可以弹幕加油 来一波 凯基学了个E技能 玩个套路 打一个出其不易 能不能阴道 这个位置 我这下本的 一级 这凯南威可能要学E Q一下 完了 这京东血亏 血亏 血亏 这招我记得原来横躁以前 我跟他们打训练赛的时候 他们就用了 真的 就这种下路血亏 但是就抓个E血的话 也有收益 但是确实 因为巴德这个英雄 他前两级非常厉害 如果说你让他一级学E 那他前两级压不住 就一直发育 而且一般正常情况下 巴德要三级才会点E 二级要点W 要提前在后面 对吧 摆上卡布奇诺 摆三杯 三杯 嗯 就是AD上去换血 换完之后回来喝一杯 对吧 一杯净 一杯净什么 我也忘了 这个学不会 先把红给打下来 这把基石天赋都带的还算蛮正常 其实最近也是有看卡丽斯塔 包括像是维鲁斯带同刃 这个天赋也是有加强过 但是还不算是特别主流 大多数还是带知名节奏 这把其实卡纳卫的大招还可以啊 有精准弹幕还可以 然后大数的大招 包括奥恩的一个羊 都挺好偷的 而且如果说他能偷到随时 这个大招低线进场 随时是大招伤害挺高的 下路这边一级学了一级能挺亏的 有点小亏 平常这个时候应该就有什么AQA 但他一个这个生物之盾加上守护者的话 前面对线2打2是能随便打的 而且这把Loken直接很稳带了一个进化 在进化就没有想法了 而且心魔其实也懂了 就我下路对线很难杀你 我直接带个虚弱 打残的时候 你AD英雄也比较多吧 可能说能比较好限制到你的输出 这边塞拉斯是有带攻速的 然后看到有传说韧性坚硬不倒 下面我觉得带的是一个将手守卫和贪欲猎手 带法还是现在塞拉斯主流的带法 下路缺陷 这EC加随时打卡丽萨 巴德是真的难受 真的难受 你要想巴德是已经学了E 他一级要是学的Q2级 学W那是真打不了 可能现在就是刀都没部分 这两个英雄打 基本上就是我一级打你打到18级 就你一辈子打不过我 对吧 感觉核心 其实BLG的节奏点 我觉得 就说实话 我看了半天 没看明白 他这个阵容到底节奏点在哪 就可能说只能说 垂时配合大树 来一手闪现点灯 就我闪现板 然后扔灯 但这种配合 有机会 只能说有机会 因为京东 他的双C是有待进化的 对 所以说你要杀 只能杀 你看这边根本不怕 反手一个卡布奇诺 直接触发守护者上来打你一套 你比我还亏 而且你跟我换血的话 你永远是亏的 毕竟这边巴德是有回复的 是 这种主要没有线权的话 太伤了 巴德一miss 其实我就是去野区 点点被动 对吧 减点被动 减点破烂啥的 对 但是我一miss 其实中路会很慌 包括野区 我抖了一下 赶紧往后溜 你看这视野 现在已经全部插到了下半区 就现在只要国豪暴露在下面 会立马被京东察觉 而且这样的话会导致 前面京东 其实是控龙 是非常好去控的 对 因为大树这个英雄 一般是不好单solo龙 就只要牙膏不出问题 就上一个BO3也看了 前期也是左翼打鲁仙 但前面让左翼拿到人头了 鲁仙就比较惨了 正常打的话 前面鲁仙还能小压一点左翼的 这个眼应该是之前奥恩做的 应该做的眼 我就看到了看大背 两边现在都心知肚明 大树的位置也已经暴露 吃完 回去 这咖啡杯可以暂时不合 因为自己是 带回来只要盾的 现在其实两边就慢慢发育了 京东这把也是要以控资源为主的 6G以后找GV去跟对面打 我觉得他们这把可能会 找中路麻烦多一点 因为巴德其实打左翼挺好打的 就你左翼只要敢开大 我直接一个预判大招你回来的位置 你基本上不闪的话是稳被冰倒 而且有些时候他是必定要回去那个位置 他不一定闪得出来 他就必须折返越前 我就卡你一个折返越前回来的位置 两个辅助扯头发 你扯我我扯你 但是这新某已经快被扯突了 因为巴德打人确实有点都给点燃 这就过分了 这这波新某血亏 点燃不值钱啊 我刚才应该看拼了一下信号 京东应该是拼了一下信号 拼了一下垂时没闪 那待会儿京东有可能是有人过来的 这打不过呀 那咋办吗 那咋办吗 那回家了 回家补鱼波状态 又是一条好汉 这盖不住巴德头发多啊 哎 帮忙打一下 很贴心 帮忙打一下 哇真的 这服务到位了 帝王是待遇 这交易打的 看得出来对于那地位 高下立判好吧 这不刚好下路没闪 并且这波我路过帮你打了 但是这波 我觉得要卢西安来 如果想动的话 三个人的话 想跃的话有困难 卢西安来速度会够 卢西安来巴德直接阿塔 然后直接杀 现在牙膏第一件 应该是要做夜之锋刃的 这也是中单卢西安 现在越来越多的一种处刀 主要是他有一定的穿甲 而且自己也有保命能力 中路两边开始互相抢这个线 现在圣枪洗礼也先发制人 但是这套效果其实洗得一般 金东应该是要集结一下来动小 这感觉 想打下路已经开始滑了 现在补过一次装备之后 虽然说金脚赢 但这个位置 卢肯好危险 但是BLG完全不敢动 来了老树盘根 直接盘住了这边 卢肯逼出了一个进化 两边同时量TP 这个TP TP下来是奥恩 奥恩要撞开 要撞谁 这边撞到了一个卡纳尾 卡纳尾回了一口 是 但感觉这个奥恩 原点顶不住了 交伞赶紧往后拉扯 后面想进场 705是被挂上了一个虚弱 又被虚弱面切放 命中感觉这个位置要被秒啊 EZ是拿到了第一滴血 这一波705的位置 是有一点很尴尬 刚好这边套了一个虚弱 自己没法打出输出 这波说实话 我感觉Loken这边 挺大胆的 就只能说一高人胆大 这波胆子确实太大了 这直接一个人往对面 三个人脸上走 虽然说你队友 对吧 第一时间能用巴德的一个门 过来支援 但是你先被打一套的情况下 你后续不太好 参与到这个战斗中来了 他都不好装自己后面有队友 因为队友就在别人脸上 对 自己队友在别人脸上 就这波可能说是沟通上有些问题 就这波金东可能说 这波可以包 这波可以包 然后Loken一听 这波包我来了 然后结果发现自己被包了 然后你们三个被包围了 然后发现自己被包了 出来之后 怀中包没杀 给了一个进化直接溜掉 这包括被打了半块血 后续虽然说 偷到了一个大树的大招 而且第一时间是把这边 听个人闪给逼了出来 705的想法是 把这边垂直和波波逼退 让这波打一点 这个税是很关键 而且因为星魔是给了一个虚弱的 哎呦那这把感觉不好说了呀 前期最大的一个控龙的一个优势没把握住 反而是让BLG先吃到第一条火龙 这个其实对京东打前期一个节奏阵容挺伤的 京东这个阵容开始也说了 我说实话京东这后期打不了 他切奥恩实在有点太慢了 这把不仅有奥恩还有大树 而且对面手还特别长 就你对面肉就算了 但这把EZ加一个左翼这个中期 POK的一个能力有点恐怖 而且我们得注意一下 这一把是已经刷了水龙的 下一条是什么龙 我们是真不知道 但是如果下一条是土龙的话 那京东就难受了 因为BLG如果在这肉像加肉 双重肉感觉巨无霸 这个京东是真的打不了 这两个英雄本来切太多慢 而且这波其实金角 是有战斗的想法的 他没有选择回家先出女神之类 他是选择直接买了一个药物 这样虽然会拖延自己魔宗发育的一个时间 但是这波战斗力其实是不错的 这波打得很灵性 下落还是比较难受的 哪怕中单不来 其实这波也会很难受 就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弊端 就是你这波女神之类出来之后 你要赶紧把这波药光出来之后 要赶紧补女神之类 看来伟交了全技能 这边有闪现 能不能交出来 偷了一个垂直大刀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圣枪洗礼 洗了一套硬罐 直接把新魔秒了 绿毛赶紧过来凶一下 有门 对队友 准备快溜 灵活 就突出一个灵活 这波最后是打了一波一换一 我觉得能切瘦吧 两位野斧的一波呼唤 而且牙膏有人偷近战还行 主要这波 华猫是交了闪的 京东没有交什么技能 仅仅是付出如先的一个进化 卡丹尾在对面野区 打F6的时候 虽然是拉了一下F6 但是他旁边F6的草丛没有视野 自己交全技能打 感觉有点拖打 我看他旁边是没有视野的 自己交了全技能 所有技能全部交掉 是 而且这里刚好大树一个Q 把人摆了一下 一个钩子是勾到牙膏 还好牙膏身上是有个进化 不然这波可能牙膏自己也有点危险 直接来动 侠谷先锋开始动了 直接打上路能推 而且这边巴德支援速度很快 现在五速鞋的一个巴德 可以在侠谷里面疯狂跑步 疯狂减 上路也等级起来之后 现在建模对线就开始有优势了 虽然说因为出了一个小反甲 现在打人没有那么疼 但是毕竟奥恩 就毕竟建模这个英雄嘛 他还是有一个压制力存在的 奥恩只能不打下刀 虽然打的确实不痛 前锋 想抢一下吗 撕滴血 直接稳稳的卡纳2位收下 最近拉 没有拉到 交易技能可以走 而且现在下路一打一 一直也很难受的 卡丽斯塔这英雄下路一打一 是真的没有怕过谁 今天也是有看到卡丽斯塔 在线上击杀的 中路利用这个救赎换了一波血 回家 补给一下 下一阵应该就要破败了 但这个先锋要找机会用了 这波来上路可能是想 黄705这边拿点经济 这两个人其实不太好 把奥恩逼走 就奥恩这边一个人 是能守一守的 直接叫羊 反手也偷了一个羊 但这位置感觉有点尴尬 把自己闪现给弯出来了 不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卡丽斯塔下 峡调牧已经招出来 他要交断一往前走 是 这个其实有点迷惑行为 主要是其实听个人 一个人在塔下不太怕你 就我一个满血奥恩在这里 你虽然说能吃我肚层 但是你不能对吧 你不能当着我的面 扛着我的伤害吃 而且卡丹尾 他因为这个英雄 大家也都知道 他现在厉害 主要成为他W那个回血 他要打对动 他要打连招的话 自己是回不起来的 对面是有一个小反甲 这塔下 奥恩一个可以玩两个 这波闪现没了之后 下一条龙的争夺上 可能会被BLG所针对 BLG已经开始拍野区视野 不过这个视野 没有排干净 这个真眼的位置 是刚好看不到那个假眼 而且现在巴德 其实在团圆里面要小心了 现在他只要一吃空 肯定是秒死 毕竟自己虽然有大招 但是如果控住 哎 勾到了 勾到 他不敢上 而且对面身上还有羊 这一般我自己玩的时候 就面对对面这种这种 可能都会考虑先出一个水银 就这样的话 你在团圆里面 基本上生存就很有保障了 不然的话对面想杀你 是很有机会能抓到你走位的一个失误的 不要急 这不要打吗 应该是不能打的 打不了 首先上单是有TP 但是没羊 而且中单的话 包括是已经没有蓝了 主要是下路呀 现在伊泽瑞尔的一个战斗力太差了 京东有点慌了 金角这个位置感觉要出事呀 卡纳威已经包过来了 而且 补助离得好远 这波直接越没了 只有上单救了 上单兄弟救不救 别点先挂上 能不能跑有伞 没了 卡纳威也拿到这个人头 这个真的没什么办法 然后接着开始那点说 这把刷的土龙 如果说必要机控龙魂 那感觉京东会纠结难受 嗯 看这边回来的时候吃塔吃的有点伤 差点把自己吃死了 赶紧倒背卡不清了 现在 都不一定必要机说要拿土龙魂 他这个时候拿了光拿土龙收益就很高 现在上路建模705是开始 可以把它强制效果压出来了 上路推的线之后直接开始也去反一个蓝buff 蓝buff可以吃 因为上路的话 他是先推了一波陷进去 奥恩要抓紧这个时间推陷 如果两个人的线是军事的话 奥恩是推不了的 嗯 等一下黑切了之后 其实建模砍 这个奥恩的话还是挺痛的 这边绿毛是完全不怕 因为 当然也不是说他的队友在旁边 主要是因为霸德这个英雄太滑溜了 嗯 其实垂石 真的拿霸德没太多办法 就只有一种办法就是 摇人 好人喊来 垂石 这英雄其实最大优势还是在摇人上 毕竟有灯 好接应 贵兵接送 现在下路防御塔也是岌岌可危了 就等着卡纳威再来一次 但是现在伊泽瑞尔两件一件半了 有伤害的 所以这时候滑板鞋不太好顶着推了 要杀705 705G留闪现 要躲阳 但是他躲的这个位置 想越吗 大树也来了 但不知道对面打野的位置不敢上 现在发现了 刚发现 但是自己已经撤了 但上路这个伊塔 有没有机会争取一下 有余震 有余震 那下路卡丽萨拆的也很快 感觉是来不及 拿到了 450开自己单吃 而且这波中路是直接趁机被京东 耗了一波大雪 再反驳一眼 看那位年轻的时候 在这里交过自己的姓名 所以现在叫到球币一起过来 对 F6有执念 金属弹幕清一下下路线 哇 这 二塔都要滑掉了 二塔就三分之一血了 现在BLG其实就是往后拖 这个时间点如果 跟京东打的话 不好说 但是 再往后拖的话 优势就很大了 因为拖到后期 卢西安其实没什么作用的 包括一个滑板鞋 都滑板鞋这个英雄三十分钟以后是很疲软的 所以平常我们看到卡里萨出来的比赛 大多数都会带着辅助一局带节奏 就一直开 如果他前期这样打不起来的话 到中期他输出会慢慢变成 这把绿芒罕还没有开大招的一个机会 是吧 有没有用过大招 没太留意 我也没 反正我是没没看到 我看他的大招应该都是一直亮着的 还是要找找机会去针对一下 因为这把 我本以为他可能说会去中路抓一抓 但是 一直还是围绕下路在打 没有抓到太多机会 现在牙膏贺七零五也在边线带 我们知道如果真打正面 真打正面胜算没有那么高 对 那奥恩这把发育还是不错的 包括一个大树 这把一身护甲装很肉 等他把自己的日盐掏出来 然后再把面具捕出来 后面可以再补点像蓝盾这样的一个装备 看这条龙怎么说吧 这条龙 BLG是可以考虑接或者不接的 因为现在BLG是可以去控制 自己的一个节奏的 他是可以B站的 毕竟第一波那波 龙团的胜利是帮他拖住了对面龙魂的一个时间 就这把龙的进度 京东是快不起来的 嗯 如果真的拖到要打龙魂的那波团战 BLG应该就可以接 对 BLG那时候战斗力已经很强了 而且这边国豪是直接打了一下峡谷先锋 看对面的动向 那这边国豪是知道对面没有过来 直接选择要在这动吗 好 已经开动了 那这位置其实就是可能想跟你打一个交换 对吧 我把先锋吃了 但是那个龙魂魂 自己现在肯定要打优势出来 我强势期 你凭什么吃 对吧 这波你凭什么 看一下巴德 来了 金指弹幕压一下 但是是虚张声势 这波其实位置站住的情况下 也不太敢在这个地形跟对面接团 这个睡 睡到了巴德 还在有大 你别求不要鸡 这波有点想打 但其实如果现在打他 我全都要 但这个龙已经来不及了 说实话 我感觉这波都可以考虑先锋直接叫中路 感觉可以人逼走 来了 不要开 那这位置感觉奥恩叫不起来 同时直接被巴德一个大招打断 而且后面这边看不到被叫的羊 满手 齐人知道 环治齐人之身是我用你的羊羊死了你 这波羊是被自己的羊给撞死了 是 感觉 不要鸡 我觉得确实 不要鸡这波其实可以先锋撞中 我小龙换一个中路一塔 这波其实是很赚的一个买卖 而且庭眼那个位置被巴德大了 所以没有开起来 反而是可难未叫了一个羊 行动这种太灵活了 双进化 你开辅助 卡丽斯塔又有大 开打野 打野又有位移 对吧 剑膜又大 也有位移 你没有一个好开的 说实话 而且现在巴德还有干锅了 那下波就更难开了 这把也是出了一个干锅 我以为他这把会出那个什么 会出大胜碑 因为现在发的出大胜碑也挺厉害的 但是出干锅 可能也是考虑到这把对面有个左翼 还是很无私的 看一下 直接定 这个大招其实放得挺好的 但说实话 这波其实大招不定 我觉得BLG也挺难跟的 出出位离得太远了 BLG这波拿的峡谷清空 其实可以 其实可以拖的 因为交换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对 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经济 他们要早点 把自己的三件装备拿到 就三件套以后 BLG这阵容打起来 其实很猛 上路等着这个奥恩 反甲 日眼狂土 对吧 这三件一出 基本上就无敌了 但是刚才急了呀 他本来是两个都拿不到 然后他换了一个之后 他现在是两个都想拿 这也贪了一波 结果节奏就有点断 不过峡谷清风也还在 看标记怎么用 这个时间点 其实这波打完之后 京东现在有点 把经济稍微滚起来了 现在有一个3000经济的领先 但是在下条龙 就是下条龙之后 再下下条龙之前 他是要尽量把自己优势再扩大一些 是 上校这边 现在差不多一个64的一个胜率 不要看好京东 然后两边的王炸窗子清 是给到了打野 看一下打团吧 现在伊泽瑞尔已经开始发育起来了 在这把 来了抓下落 交闪现 这一波再叫一个羊 交大招保自己 感觉这位置有点伤害 有点不够啊 还想继续追吗 但是不知道对面位置 但是就是胆子大 硬追 哇 这波三个人是强行越塔击杀掉这边的 拼根 而且如果说刚才要被塔打死了 那巴德还可以放大定卡 巴德第一时间都没有选择放大去听他 但是反手这边叫先锋 给反击 巴德来了定卡 招牌的一个大招 让你这个先锋撞不出来 而且下路可能要掉高地 这一波不要机的决策做的是有一点点失误的 虽然中路说不定能拿 但是下路高地应该是要没的 你说会不会上一波是考虑到对面有个巴德不想先锋去撞 也有可能 这波是看巴德不再立马撞但是巴德赶得很快 但说是这么说 但说实话巴德永远永远有大 对吧 你如果不开大的话 对 对吧 那你这先锋永远也撞不出去 这波牙膏 偷高地 这不要硬投吗 硬投吗 硬投 不讲理了 上来滑上来直接偷 但是这位置一个头锤是没撞到 但是现在伤害很高啊 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先吃冰先吃冰 啥也不说了 先把冰吃了 不跑了 先吃冰吧 还在滑 硬滑 硬滑 继续滑 滑 慷慨赴死 再见 东江也西 又没有没命中 再一个头锤也空了 就感觉很笨 活活烧烫死你 然后再被反甲给反死了 日盐加反甲 你打我打自己 但是下路这波推高地 感觉京东还是赚 哎 这也捡捡 虽然走了 但后续这边 由于有水银鞋的一个韧性 是留不住 而且刚才也是看到了 在给天赋的时候 看他不是点了传说韧性 和一个水银鞋互相加持 百分之五十多的韧性 这把佛豪又挺难受的 不知道捆谁 这咋说呢 该捆 他能捆的人 他能捆的人 要么是可以被干锅解 要么是可以进化解 是 这波打完之后 京东其实还是在转的 一直在小转 这条龙京东是一定要蒸一蒸的 看BLG这边怎么取舍吧 现在其实挺依赖 左翼和EZ的一个Poke的 耗不到人 正面如果打起来 有点难打 现在剑魔 这个时间点在传战里面 是比较恐怖的 而且705也知道 自己这一套阵容里面 是没有前排坦克 他可以第二剑直接做绿甲 通常来说雪魔流 第二剑都是掏 但这波金角装备 其实是拉起来了 现在魔切已经有了 看一下 先把位置站住 我们得看一下 Kanavi他现在能偷的话 好像是不能 他不能偷 不能偷树的打 看来就别开了 这个位置 巴在一个大招 大招对面三人 配合一个圣枪系列 反手偷来的一个羊 效果位置还不错 交道对面三个人 包括一个折返越前的 一个左一 这个位置 BLG直接配合剑魔 大面完成一波追击 而且后被钉到了墙上 一个W技能 又刷新了 继续还能往前追吗 但金角很灵活 有闪 一技能刚交过 交闪溜了 溜了溜了 还想追吗 一个链子 但是奥住越前也好了 打着刮一下 就打不了啊 说实话 现在 确实本来上一波是能够赚的 但是他是小亏 然后这波就是大亏 再下一波必须来接的那一波 可能BLG也不是 BLG拖着就行了 他有点太想跟那边去打了 两波能够不打的局 他都是接了 感觉BLG 就没有之前那么稳健了 是 就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 第一时间奥恩一个羊 但是完全没效果 反手 反倒是我这边一个羊 效果八群 而且奥恩也只能通过一个羊来叫 就是打开启团阵 对 他在那个位置是不能支援队友的 就这把前面也说了嘛 卡拉威其实挺好偷的 不管是偷一个羊 还是偷一个大树的大招 都挺好用 然后偷一阶大招的话 就实在没东西偷了 那就只能偷个一阶大招 补点伤害 绿毛走出来 国豪立马不敢拍眼了 这波京东 不是这波BLG 感觉有一点上头啊 两波决策 其实在之前 BLG可能很少犯这种事 感觉最近 急了 有点急 有点急 因为确实线上赛 BLG的战绩并不理想 开个门 要直接run嘛 有卡丽斯塔 而且视野排得很干净 这边打的速度很快 精神弹部照到了 巴德是可以用大招留人的 巴德可以用大招定住大树 这位置TP也交了 但是京东并不想接 京东很稳 因为知道在这个位置 如果要吃奥温一个羊 再吃大树一个大招的话 是很难打的 睡到了 反手 大树被偷一个大 BLG这把其实继续拖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又一个催眠气泡 又是巴德 但是这个位置 没人帮忙挡啊 但是短了一点 短了一点 太远了 不不也没有闪现 没有火星腰带 感觉现在就是来回拉扯 今早这边 先去吃一下自己的红buff 京东感觉是要等 土龙魂了 这个龙魂团一决生死 哎 两个人在阴 不藏了 直接出来了 我还是吓了这边 心魔一跳 事业不排了 赶紧跑 BLG他也不是说 团战硬打不过 但是每一波团战 他打的都不好 他是打不到人 对吧 他如果说能开 把团打起来的话 就能赢 但是 完了 现在BLG上他没TP 杀率要守剑 是 这这波实际抓的很好呀 这波如果打的话 二十四打五 奥恩是来不了的 想一想想一想 怎么说 想来 但是七零五这边 扛龙扛的也比较伤了 这波感觉不好说呀 精准弹幕夸了一下 巴得一个大 听到两个人 感觉效果还可以 这个位置稳稳的收下龙 感觉这波 京东现在的问题就是能走几个 哎 这位吸回去了 麦溜 现在能走一个是一个 虽然被定到 再开一个门 但是感觉持续追击能力 还是很强 从反键没勾到 也没有勾到这边 一个火树练 京东这边是把龙抓了 而且几乎都走了 哎 有羊 这位置来了 羊来 羊来 这边撞的是一个巴得 巴得的血量非常低 但是 还是能够成功撤退 这边是五个人 拿完大龙全部走了 哎呦 这波 这波 DLG哭了 这波哭了 当着我的面 把我的龙吃了 然后还烤了 京东实在太稳了 他刚好是下路的 水晶要复活了 而超级兵上了去 他上一波逼了 KINGNTP KINGN这波要去守线 他一守线 一露面的时候 京东就直接动 嗯 这太难受了 下路高地复活了 那看这个大龙buff吧 又是来到了京东 最喜欢的一个分代环节 上把也是靠这个分代拿下比赛嘛 这把依旧是一套很容易带的一个阵容 就继续K131 而且京东现在 他是可以先不动小龙 小龙刷了他也不打 他先把兵线带进去 然后再来做野区视野 龙魂就可以稳稳拿 是 BLG始终是开不到一个很好的团 奥恩的开团总是会被位移给化解 然后大树的开团就不用说了 现在没有体现过太好的效果 而且你会发现 现在由于节奏太快了 现在两个坦克的装备还起不出来 对面C位发育的又很好 虽然说京东的C位都还没有说穿甲这种装备 但是BLG这边护甲也没有到特别高 上单可能稍微高一点 但是大树不太能考 大树现在真的挺脆的 只要挂个点 感觉直接秒了 现在京东市已经有三个 已经有三个人全场最高经济了 红绿灯 已经快开起来了 这红绿灯 这位置想强行推一波中 但是你这个推推不过别人 感觉这波 大龙buff卡兵线的 他想直接 他想把中路兵线逼出来 然后去争承要龙魂 但这波是成功的把牙膏给逼回来了 这波是有龙魂的一波团 BLG这边先站好了位置 利用自己中路一个兵线 又是涂了一个羊 撞一下 先撞一下 波波点灯笼过来 这个位置直接踢龙坑 扒在一个大人 又是定路三个人 这位置感觉BLG又要爆炸了 这个羊撞得还不错 一个异技能 可以撞得还行 这波还不错 路可选了非常低 开了一个金针 这波是A龙 一直A 他还在滑 这波是C起来了 小龙感觉BLG能控 这波立功了 听见这波立功了 他这个大招在家撞 我还以为第一时间BLG要爆炸了 这波 打着刮一下 哎呦 没刮到 刮到卡兵线 我挺悬的这波 刚才扒到大三个 但是偷来的羊已经叫过了 后续没有更多AOE了 如果说 就如果说刚才这条 这样的话 其实京东很亏啊 这个大龙buff其实没干什么事 因为如果说再往上拖下去的话 不要接的下一波远古龙 下一波龙团 他可以接的 是下一波三件套了 现在马上凡甲有了 深渊面具 凡甲日元 日延 现在奥恩挺肉的 而且奥恩 现在AZ这两个人根本打不动 就别看经济差这么多 但其实京东的C位打坦克 现在非常的慢 三十分钟 七线经济其实也还好 能接受我觉得 这把BLG感觉是有点机会的 不过上一波有一个伏笔 就是其实又是交了比较多闪现 三个闪现没了 下一波BLG要接的是大龙团 他大龙团可能还是有点难接 今天京东现在想 我觉得应该要整花火了 他如果真要接正面的话 自己确实胜面 我觉得大概就五成出头 感觉发的大招可能考虑慢点给 等团圆打起来了 定住对面C位 限制一下输出 要像之前那一波就是定阳 他能够把King的大招定住就行 也行 这样我大招换你大招 我也赚了 我还能再偷你一个大 这位是想包一下吗 直接交W加惩戒 拿掉 先把和蟹吃掉 而且现在下路水晶复活了 BLG兵线的压力没那么大 现在要开始正面抱团了 把左一和EZ的常数发挥出来 然后高拿到了自己的 顺手牵羊 但是现在EZ很凶啊 E上来打一套 但是Q技能没中 反手这边一个羊叫过来想留 但是没有撞到 打招定一下 这边定到的是一个心魔 再这撞过去 这边留到的是一个国豪 但是国豪有点肉啊 是 正面KingK一个人扛三个 血量掉的其实有一点点快线 已经下到两阶级左右 而且剑魔进场位置被拦住了 反而索伊打了一套技能 是把绿毛这边血线打低了 凡手 看那位 往后走 这边的话 KingK还是倒了 KingK顶顶不住了 伤害有点高 他已经扛到很多伤害了 是 但是残局这边金角感觉还能再追一追 Q就能减速 再来一个Q闪 这位置 感觉有点危险啊 直接随时一个勾是收掉这个人头 这边水到 但是被水晶给解掉了 哎呦 现在坏起来了呀 拖了太久了 夜长梦多 现在已经慢慢来到BLG的回合了 这已经轮到 就是京东打不动人的那种回合了 C位看现在京东能不能够出一下穿甲 因为刚才看到打这个奥恩真打得非常久 是 感觉还是刚才小龙角色上出问题了 其实第一时间我看的话 感觉卢仙要一直带下路呢 毕竟有大龙buff 是吧 你正面 你所有人都去打那个小龙 我跟你拖着就行了 我不让你回去 其实感觉路现在都能把家拆了 但京东这刚才是大龙buff没啥作用 既没拆掉家 也没拆掉高丽塔 也没拆掉高丽水晶 龙快丢了 主要确实现在正面打团的话 京东是不占什么优势的 虽然经济领先7000 但打起来的话 BLG这边是完全能打的 我觉得如果要赢真的要整化活了 现在真的不能打正面 来不偷家 怎么样 偷家 说实话有点难 因为牙膏没TP 如果真让剑魔拖的话会拆的有点慢 现在有大龙了 就下路反正是有一个偷家的一个天然优势 嗯 防御塔已经没了 有个水晶 不过牙膏是没TP的 所以现在偷家的话就是极限偷家 没有回头路 这不偷的话 让BLG拿大龙 京东可能就难受了 现在去偷也偷不了了 直接正面 这波要5打5了 像之前那么好的团战 京东已经有点难出现了 哎 这边偷了一下大树的大招 肯拉伟直接把大招给了出去 这边叫了一个杨来 拼击大招要撞谁 这波撞 撞的是一个卡丽斯塔 但卡丽斯塔用水晶解掉 双方重新拉开 反手又是一个大 这边二数眼线已经交了 进住 进了好多人 这位这反手又是一个Q 晕住了 金角被秒了 建模大力直接刷新 开始追击 这边留 留住的是一个心魔 同时还想 还想去追一下福福 庭根这里也有点坦不住了 撞起来 但是并没有收掉 福福死亡秒表 在原地等死 这一波卡丽斯塔利利攻啊 在中路的一波开团 是直接团灭掉了 BLG 京东一波结束比赛了 这波说实话 我感觉这波绿毛站出来了 绿毛是 看到金角把一技能用了之后 直接一个大招进入 金角基本上原地 被空了好久没动 然后直接死了 为了躲开团围这个大招 他是先教了自己的技能 但是被巴德定住之后 没有任何办法 那我们这边是可以 恭喜京东 这场是硬生生的 把这个硬的骨头 给啃了下来 是 这把确实 其实他这个阵容 就是刀尖上填写 前面失误的话 挺难打的 但是确实前面 没给太多失误 而且他正面团战 看出来是真的 不是特别好打 但是他整花活 这波先开 然后再用巴德定 先把金角给秒掉了 这波团人就很好接了 是 这波其实感觉 金角还有点急了 第一时间一上去想 先把705这边状态打下来 但反而是把自己 暴露到敌方 一个集火的位置 感觉京东在这种 就是 我感觉那种情况下 他自己 是有一点点慌的 但是他是稳住了心态 然后他开团 每个控制链前接得很好 我先偷 大树大招过去 等EC交技能 我再用一个大招定住 后面再接上一个技能 把EC直接秒掉 就其实本来 应该急的是京东这边 但这场比赛打完 你就可以感觉 反而是BLG很急 对 BLG感觉 自己就一定要出来 争扎大龙 就还是关键那一波 先看一下这把输出 输出最高的是金角 金角 这把尽力了 最后那波是真的没办法 是 就如果说 第一波对面 先偷了一个大树大 放完之后 发的还有一个大招 他有多少个闪现都没有 我还是 那两波吧 其实有两波团战 BLG都是可以选择B站的 那两条龙团 对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但那两波都是选择 跟对面去碰一碰 碰了一下 把自己碰碎了 而且后面这波 我们看到BLG 虽然说是正面团战能打了 但是他的团战处理方面 是没有京东那么细腻的 京东打得非常的细 完全看不出 他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阵容 就他是一个不太好切后排的阵容 因为他这个阵容里面 能切后排的人并不多 他一个巴德不是特别能切 然后塞拉斯 如果你要越过两个前排去切 也不太可能 但是偏偏他每一次都找到了 这样的一个机会 先看一下前面的一个highlight B波下来 第一时间有点脱节 但后续这边 凭借FUFU这边 一个精准的税 是帮助BLG 在前期建立了一些优势 这一波 刚好是阴差阳出勾到了牙膏 本来其实是应该勾卡纳威的 但是刚好 大叔Q技能摆了一下 前面这把 其实金脚被针 针对的也是比较惨 虽然中部其实把发育补起来了 这就比较难受了 所以这三个人强行跃下 其实第一时间跃的时候感觉京东还是挺犹豫的 两个人先往后拉扯一下 这也有点怕对面支援 包括说这波团战 这波团战 四个人感觉和侧面的一个奥恩有点脱节了 这奥恩一个人在后面 挺尴尬的 导致正面四个队友直接被京东扬入虎口 刚好就是这边交了技能 发的一个大招定 下一波 下一波 这波 这波其实 毕业技打的还可以 就金脚这边拉扯了 这波来了 来了 一队是刚一晚打了一套剑魔 然后直接被定了 又被霸的一个Q跟上 直接没了 瞬间融化 EZ一倒 PLG这个阵容就是一盘散叉了 就纸肉没输出了 然后左翼这个英雄大家也懂 左翼打到现在有点 就有点疲软了 对 而且对面进化这么多的情况下 催眠气暴很难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场的人气势力榜 也要高这也是非常的高 而在另一边 金脚这场打的非常不错 也是有非常多的粉丝支持他 这场金脚确实已经尽力了 但是我们讲道理 这个阵容里面 就EZ它是不需要出水影时代的 因为它一般在很后面 一般来说是开不到它的 对 但是没想到就是开到它了 这确实没想到 是 只能说 只能说Canavi还有绿毛 它们的配合足够好 是 这样的一个配合 先大出大招 然后再巴德一个大招定住 很多时候你是很难想象到 EZ在这样一个阵容里面 不会被切后排的情况下被开到 是 这盘的粉丝贡献榜 前三名也是金脚 爱的还有牙膏 希望BLC回去也能赶紧调整一下吧 对 感觉年后 千上赛确实大 就年前两年胜 年后应该是 这是应该是一个三连败吧 应该是 对 年后我记得好像还没赢过 而且最近看起来的话 它是不止个人发挥 指挥方面我们今天也有看到 感觉也是有些问题的 那我们看一下 淘宝粉丝榜 肉松卷 这威武比周树仪还下饭是什么 这 就过分了 你这个 你这个 后面还有小胡两周年生日快乐 这个是Mastro吗 应该是 威绩的粉丝吗 不对 这个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这个认错了 这个小 他们下路都是小胡 是 不见心 不选招 那也不知道是谁 也不知道是谁 反正无所谓 下路不分家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感觉MVP 我觉得应该给巴德 我觉得是肯定给巴德 好 这边是给到了绿毛的巴德 0-0-13 百分百的参团率 非常不容易 老巴德了 老巴德了 这个赛季第一次拿到MVP 这个确实是感觉非常熟练 视野得分95分 购买19个控制守卫 13%的成长战 巴德确实脆 把巴德几波团战的发挥吧 最后一波 也是关键性的捕捉到了对面的一个技能释放 帮助京东打赢了最后一波关键团 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还是恭喜京东能够获得今天比赛的胜利 虽然说第二场有一些波折 但是最终还是赢下了 而且永完全没想到的 他是硬啃正面 然后牙口好 把这骨头给啃下来 京东这赛季在卡纳卫现在和队友的配合上来之后 包括Lokan的一个回归 现在实力是突飞猛进啊 现在又是拿到一个三连胜 之前也是1比2败给了FUNPLUS嘛 之后又排下一个三连胜 但是我觉得输给FUNPLUS并不是说一件丢人的事 因为他们在中期也是中间那场赢的比赛 打的都是有来有回的 很激烈那个BO3 对那这边的话 今天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也是恭喜京东获得比赛胜利 我们这边采访你准备去 让我们把镜头交给采访席 来看一下705有什么想说的 哈喽705你好 那这边的话给线上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那今天赢下了比赛之后心情如何呢 挺开心的 那今天这场比赛嘛 我觉得其实两场比赛 你们都赢得非常的 就第一场可能赢得稍微轻松一点 第二场赢得非常不容易 你觉得哪个队友发挥最好 感觉都发挥的挺好的吧 如果要说一个的话就打野 如果非要说的话是打野 那这边我想问一下 关于第二局的一两个问题 就是第二局的时候 对面放峡谷前锋推中 通常这个时候 一般都是要回防 然后保证自己二塔不掉 但是那个时候 你们在下路击杀完了 奥恩是选择要下路直接拆高地 这个时候是队伍之内 队伍间是怎么配合的呢 我们沟通的话 是感觉他们只能推个中路一塔了 然后叫牙膏哥去推高地 当时就是直接前锋 觉得能推一个 就只会推掉一塔 然后下路可以掉高地 是一个转的选择 那第二场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看到 因为刚好对面两个就上野 比较肉 然后你们的一个阵容 卢香和卡利斯塔 是一个切弹比较慢的英雄 那第二场你们的团战 后期处理是怎么配合的呢 因为感觉第二场 你们在中后期的团战 是有一点点难打的 就感觉中后期打烦的话 我们就要拉着打 不能直接打一波 就要慢慢打 要拉着距离打 但是感觉才好打 好 这也是在小龙坑附近 就是说团战失利之后 想的一个想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要拉扯着打 那在第二场的时候 你们的绿毛选手 辅助绿毛选手 是有用巴德 这个英雄感觉 他用的特别熟练 在队内来说的话 你们觉得他的巴德 是一个怎样的英雄呢 就是说是一个T1级别 可以超越版本存在的 还是说是 就没有好辅助拿来才拿的 感觉对面都挺笨的 所以就可以玩 绿毛对自己的巴德 挺有信心的 所以就让他玩了 那你觉得他的巴德 今天发挥怎么样呢 满分吧 满分 他的挺好的 那这场赢下之后 你们是已经赢来了一个连胜 这个赛季有什么目标吗 先进季游战吧 好 先进季游战 其实你们的排名非常高 你这个定的是稍微有那么一点保守 但是还是走一步 看一步 非常谢谢你705 也是希望你们能到后面 发挥的越来越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这边705感觉还是非常谦虚的 而且 话不能说的太满 话不能说的太满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 刚来队伍里面 虽然说是比赛里面的表现很carry 但是在队内来说的话 可能还是更多的要听 就是更多感觉他还在听队友 包括拉扯着打 确实感觉巴德这个英雄选出来 是可以就一直拉扯 包括开始说嘛 对面英雄很笨 他这个巴德能起到作用很大 对 这把前面BP的时候也分析了嘛 这巴德选择对线也很舒服 然后打团上作用也挺大的 就就像两把大树一样 两把大树 我们看到他的开团效果 其实很一般 而且在锤石和巴德这样的英雄面前 他能开到的人很少 就抛开游戏内的因素不谈吧 我觉得今天其实在PV上面 我觉得BLG其实有一点 可能说没有之前来那么稳健 就是包括最后一把 也是直接上来先选一首锤石 其实你后面看出来这首锤石加EZ 其实下路自己玩的挺难受的 然后再加上他这套阵容 虽然说选到中期 选出来之后中期有机会可以打 但是他尽量能够把资源放了放一下 然后自己能够发育才行 但是他选择去接 就没有那么 就没有之前的味儿了 是 今天一天的一个战况 也是第一场是由 LNG2比1V5 然后第二场的话是 涛博2比1赢下了VG 最后一场 京东2比0战胜BLG 这也是目前啊 我们因为一天打三场的话 还没有所有打满 今天依然是和开赛那天一样打了八场 那在今天赢下了比赛之后 京东是有一个八小分 来到了整个联赛的第一名 这个赛季京东也是感觉表现得非常好 现在已经打了六场比赛 只输了一场 是 现在竞胜 由于比E4要多的话 现在是暂局第一名 但是大分上都和E4相同 那紧随其后的就是 IG、RNG、FUNPLUS、OMG OMG这赛季其实 最近状态调整感觉也挺不错的 最近是好起来了 而且V5也是比较可惜吧 没有能拿到自己的首胜 那目前有两个悬念 一个是IG的首败 然后还有一个是V5的首胜 虽然说V5今天没有首胜 但他起码拿了一个小场 因为之前0-8 对 就是一个小场没赢过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进步 那这也是明天的一个比赛 明天是 应该是西叶面对老东家 Dominus对阵上WE 第二场是IG对阵上老干爹 还有最后一场的苏宁对阵FUNPLUS 也是三场非常精彩的较量 对 这些三场都是非常精彩 明天也是下午2点开始的比赛 大家记得准时关注 从第一场开始 其实就非常具有话题性 因为西叶做名一名WE的老将 在WE征战多年 现在转回到了Dominus之后 一直还是处于一个轮换的状态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选择西叶首发登 对 而且现在积分板其实也是一个散时的情况 现在赛程还没过半 对吧 然后后面追的机会 其实都挺有机会的 就现在哪怕说最后一名 我觉得都有进GIO赛的一个可能 就之前WE像前几个赛季 那种什么零杠几开局 就到最后追上来 然后进入GIO赛这种情况 也不是没出现过 对 所以是希望在后面的队伍能够加油 而前面的队伍不要松懈 那今天比赛也能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